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千龄二十三集 北斗星宇东荒 万龙朝内九条龙洞间 一些强大的太古王族出入 来自几个起源地 远观内部沉浮的一口珠红色的古观 当年的弱小人族强大到这等境地了吗 新年的圣皇也不过如此吧 珠红色的大官横尘也不知道多少年了 被许多神缘碎块淹没 但却没有一个太古生灵敢将其抬走 一个子发中年人说道 若是你们万龙朝的宝地 就任一个人族臣事而不管吗 怎么你们神灵谷看不过去吗 万龙朝一个金发男子回眸看了一眼 谁敢动 没有一人愿搬珠红谷官 强大如他们这些主侍者 也不敢靠近 即便是他们的王来了也都要忌惮 另一族的人物说道 太古年间人族其实也不弱 太阴与太阳两部真经 绝对是黄级人物开创的 尽管可能不属于这个世界 是啊 还记得当初那个 同修太阴与太阳的人魔吗 一个人杀了几位祖王啊 横行天下 而今的人族真的很弱 其实我们可以请各自的王出手 一举将他们抹除 永久地从这个世界消失 不要乱来 小心引出大祸 我们各族的太古王自有决断 另有一个如神皇一样的古生灵陈生说道 这是一群主侍者代表各族聚首相谈数日了 最终进入了万龙朝深处 望向乌朝 太古年间 一位古皇索仪的一座神台 共分成了九块 其中一块就在乌光闪烁 混沌沉浮的古朝内 这位人族大帝太强势了 占据了这等重地 有一位古生灵很不满 但却也无可奈何 我们各自去取圣物 组成神台 向星空中的紫围古形语召唤 也许真的会成功 所好甚至要做好准备 好汉的星空中 叶凡又上路了 他不知起点 不知终点 究竟会到达哪里 难以确定 希望能进入紫围古形语 他心中自语 但是却知道 在幽冷的宇宙中 穿行充满了变数 根本不能有任何保证 尤其是那座祭坛太小了 此时轻易老人又迷失了 抱着石冠 没有了自我意识 茫然地跟着 与叶凡并行 这让叶凡 叶凡的尸体 亦或者是一位古皇的刑骇 叶凡盯着那具石冠 眼中一片炽热 这是无价的神品材料 寻遍诸天世界都难以见到 真的有神灵吗 他其实很想一观 但是却没有去抢夺 天知道近乎画道的轻易老人 会不会突然觉醒 石冠密封很严实 没有一丝契机发出 叶凡曾小心尝试 祭出一缕神念 根本无法进去 不过他也没有勉强 他还清晰地记得 狠人与不死天皇的古关 一旦临近 会让人形神结髓 这是一段奇异的旅程 横渡星域后 可以清晰地见到 无尽星光闪烁 他们在一条永恒的通道中 急速穿行 一夕百年 万载一顺 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一会儿感觉时间很慢 一会儿又急速而进 让人有一种时光更迭 空间错乱之感 这就是在横渡宇宙 无法言语 让人沉沦 让人茫然 不知今夕是何年 不知前路在何方 也不知过了多久 叶凡身体矩阵 前方一片幽暗的星辉 这条通道消失 他们出现在了死寂的宇宙中 我怎么总是遇上这种事啊 不靠谱的黑黄阵纹 残缺的荒谷近地祭坛 一个迷失的神奇念 组成的祭坛 叶凡欲哭无泪 又来到了冰寒的宇宙中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离其他古星 也不知道有多少异离 而今离北斗星域更远了 离紫微星也一片飘渺 来到一个毫无生命的安息之地 太过死寂了 只望着它飞行回去 十辈子也别想离开 只能在宇宙中 漫无目的地漂浮 直至元气耗尽 生命力透支 死在途中 不对 这片地狱太阴了黑暗了 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吞噬一切 叶凡突然一惊 感受到一种死亡的威胁 像是在面对吞天魔宫一样 将要被化成结灰 被炼化掉 那是什么 他的身子不由自主 被拉扯向一个方位 轻衣老人与石官也如此 就在前方 没有一点星光 没有一丝光亮 什么也见不到 漆黑如墨 伸手不见五指 无声无息 吞吐天地 像是有一个与鸣骨长存至今的凶手 张嘴 吞噬掉了一片星雨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力量越来越大 逐渐有加速的趋势 叶凡机体欲裂 剩血沸腾 浑身燃烧了起来 却有一种冰寒刺入骨头中 发生了什么 为何不受控制 如腕船如海 飞蛾扑火一样 叶凡虽然为圣体 但是却也承受不住了 即将要被吞毁 他来到了一片感受不到时间流速的地狱 永恒的黑暗 无银的死地 最终 连他所发出的神力波动都被吞噬了 甚至他的自愈也消失了 但凡一动 就会有精气被化掉 这是 叶凡心中悸动 这是一片可怕的死亡宇宙空间 任何生灵进来都要被吞噬与化掉 仿佛在面对惊艳万古的狠人大地一样 他在加速前行 即将归于永迹中 肉身似要分解了一样 一种可怕的力量扑面而来 拉扯着他急速坠落 轻衣老人失去主神念 一片茫然 星体都近乎消失了 根本没有任何表示 只是呆呆地抱着石棺 宇宙太浩瀚了 到处都是死地 永恒无尽 但却难以见到一个有生命的原地 叶凡清探 他自北斗星域脱离出来 孤独的前行数年了 所见都是幽暗于森寒 无一点声音 万古如一的孤寂 到了现在 他已经知晓进入了绝地 如果没有意外 就是远古圣人来了 都不见得能够救他 这是一个宇宙黑洞 可破灭永恒 将一切进入他周围的物体 都分解吞纳进去 除非圣人来了 不然根本无法逃脱 叶凡非常怀疑 很人大地开创的第一部古经 吞天魔宫 就是受此启发 二极 他几乎是面对一几大招 一个圣人级人物再出手 他怎能逃过 如果真的坠落进黑洞中心 那么就等若大地出手了 必死无疑 神来了都没有办法解救 怎么办呢 叶凡真是没有办法了 细数自己的强大手段 肉身无双 但如今毕竟没有大成 进去肯定成结灰 大神边虽强 但不可能将黑洞给抽崩塌了 无神石可打 万无母气顶虽翼 却也绝不能将黑洞给收了 最强力的手段 无疑是那个黑葫芦 除却火焰外 还可以发出惊死一击 但是葫芦中放出的仙剑 再犀利 能将黑洞给斩灭了吗 要是九龙拉关在就好了 也许小同官能发出几道之威 能够盯住黑洞 叶凡自语 别人是两个人 给了比40 再犯凡自语